電影的一開始其實就是紀錄片 生活的紀錄 紀錄片在院線上其實是跟電影的 發生電影的歷史是密切相關的 不管是火車進站或者是女工下班 它就是一個生活的紀錄 在影片的電影的發展史上 它一直扮演著一個非常關鍵的 吹聲者的角色就是這個科技的產品 一開始是因為它非常有效地 紀錄到了人間的生活 然後再回到紀錄片的本質的時候 我的理解是它很像是一個回首 回首來時路回首過去的坐標 了解曾經有過這樣的人 有過這樣的事情 紀錄片因應這個新興科技媒體的誕生的時候 它相當程度是紀錄現場跟還原現場 可以讓大家知道事件的發生 所以相當程度的用紀錄片的方式 帶領大家重回那個現場 是很有趣的一個挑戰 但是它也同樣可以成為一種宣傳工具 這裡面吊詭它一方面是真實 但是在真實的理解跟排列組合上面 大概都在做重新的註解 所以何孝賢導演說 他覺得劇情片是創造真實 但是紀錄片是召喚真實 這個召喚這兩個字 相當程度就是希望帶領你回到現場 或者回到事件的本身 讓你了解來龍去脈 雅倫雷奈的那部夜雨霧的場景 納粹集中營已經因為戰敗而結束的時候 十年之後 它重新回到這些集中營的現場 它是如此的真實 如此的殘酷 又如此的巨大而沉痛 但這裡面創作者的所有的解讀的觀點 其實相當程度都在說明的 其實它是可以操作的 這個操作的本身是 就看你的初衷或初心是什麼樣的 或者你的手段是什麼 只是永遠我們要保持一個距離 這個現場有多少的真實 有多少的剪輯 有多少的安排 有多少的引導 我並不是排斥這些功能 而是說這些都是經過創作者自己的一個 再創作的一個理念 雖然就像何孝賢說 他是希望召喚真實 但是召喚部分的真實 或者是召喚全部的真實 這裡面有很多的辯論 因為基本上在拍攝者裡面 一個是全吃觀點 沒有人是全吃觀點 你會期待一部紀錄片是真實的 他也努力的希望做到了真實 所以不管是虛構或者是真實 他都在講一個故事 用一個你可以接受的 用一個動人的方式 講出一個動聽的故事 就會使得這種形式的創作 有了一個更開闊更寬廣的延展空間 對於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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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是真實的